第五百六十二章 跨入圣境巅峰 公演家器官苍穹 恐怖的契机牢牢将叶熙文给锁定了 影子盖世 像是一尊魔神 瞬间一脚踏出 无尽神芒呼啸而出 化作漫天退映 朝着叶熙文轰杀而来 这是最为可怕的征法 而在另外一边 黑袍阴老 也凭借着这极阴之地的优势 迅速的恢复 只是这个时候 脸色却更加的惨白了 贸然吸入这么多的阴煞之气 他也没有那么好过 但是这个时候为了对付叶熙文 也就顾不上那许多了 他的攻击化作一条巨大的阴阳鱼 猛然朝着叶熙文攻杀而来 两道可怕的攻击瞬间 朝着叶熙文杀来 在所有人看来 叶熙文肯定抵挡不住 这样的攻击 能够抵挡住一个就不错了 何况是两个 天崩地裂 气浪飞卷 阴煞之气瞬间翻滚 叶熙文没有丝毫一点留守 他的双手撕裂出无尽的金光 几乎要将整个世界都撕扯开来 那两道可怕的攻击到他的面前瞬间 就被他的双手给撕扯开来 叶熙文的眼眸之中 深邃无比 像是有宇宙在其中生灭一般 但是却杀意纵横 对于这两人更是必杀 这两人筹谋已久 要杀他 而他自己也算计了很久了 与其等他们什么都准备好 还不如 就此将他们斩杀更好 轰 轰 轰 三人在墓穴上空猛然打坐一团 丝毫不然 彼此都用尽全力 要将对方斩杀 真的一个人独占两大高手 顾天的眼神之中满是惊恶的神情 当初他被公演家一脚踹飞 虽然有种种原因 但是也不得不承认 公演家确实拥有超过他的实力 但是现在公演家加上一个黑袍阴老 竟然联手都拿不下叶锡文 而且还一点都不落下风 这叶锡文也太可怕了一点吧 肖元元也没有想到竟然会是这样 原本他猜测 两人联手攻击叶锡文 叶锡文最好的结局 就是在两人的联手攻击之下全身而退 现在的情况比他想的最好的情况还要好 叶锡文的拳头像是一颗一颗的大星 每一次挥拳都像是一颗恒星在燃烧 在沸腾 隐隐然在他的周围 竟然出现了一片宇宙虚空的场景 战斗已经进入了最白热化的程度 双方没有任何的留守 叶锡文的每一拳都会化成一颗大星碾压下来 这是最冷酷无情的权益 异境的碾压 而公演家和黑袍阴老也是使尽了权力 越打越心惊 对于他们来说 却是再合适没有的形容心惊的一种心情了 他们还从来没有试过 联手还被人压入下风的情况 难道这叶锡文早已经跨入了 圣境大圆满境界了不成 在圣境大城这个阶段 他们都已经达到了各自所能达到的最巅峰的状态 轰 叶锡文又一拳轰出 滑出一片宇宙 演变成了一颗大星 化作最为可怕的拳风轰杀而下 叶锡文基本上是越打越顺 竟然有种感觉 隐隐然又要有突破的感觉 这种发现让他兴奋起来 在一片墓穴之中 对于能转化阴煞之气的他来说 简直是全天然 最佳的修炼圣地 在这里修炼的效果是外面的十倍不值 而且他一点都不怕根基不稳的事情 事实上他基本没遇到过根基不稳的时候 反倒是大多数的时候都太过稳固 导致他每一个大境界都突破非常困难 砰 可怕的拳压瞬间击溃了两人所有的防御 所有的防护在这样可怕的攻击之下都显得非常的可笑 噗 其中功力最浅的黑袍阴老终于率先挡不住这样 彼此的剧烈碰撞 一口鲜血喷出 身体横飞了出去 身上的骨头都被完全轰断了 他再一次被叶西文撞飞了出去 就像是刚开始的那样 他和公演家联手也不能给叶西文造成什么太大的困扰 叶西文没有任何犹豫 静止朝着黑袍阴老扑了过去 你休想 公演家沙哑的声音在咆哮 他明白如果叶西文杀了黑袍阴老 那么下一个肯定就是他 逃逃不掉 所以更不能让叶西文杀了黑袍阴老 可怕的大脚在天空中踢出无尽的神盲 仿佛要将天穷都压碎 竟然隐隐的蕴含一种道的轨迹 叶西文反手一道剑气横扫了出来 剑压八方 横扫了出去 瞬间朝着那一只大脚轰去 轰 这是一场恐怖的碰撞 可怕的静风席卷了出去 周围的丁筒等人终于受不了了 不得不退让了一些 免得被这场恐怖的刚风给伤到了 公演家直接被一道可怖的距离轰飞了出去 在虚空中连踏几步 才堪堪停下了脚步 每一步都能踩的空间宛如是水面一般 不断的联谊 叶西文立刻冲到了黑袍殷老的身边 大手一抓 化作一只金色的巨手 猛然将公演家掌握在了手中 轰 叶西文手心用力一抓紧 黑袍殷老直接被叶西文抓成了一团血末 惨叫着而死 血肉精华 全部都被天元镜给吸收了进去 而当叶西文转头去找公演家的时候 却见公演家早已经抛下了那个黑袍殷老 化作一道流光消失在了墓穴深处 他看到自己没能拦下叶西文之后 就知道黑袍殷老的死是难以避免的 如果他稍微慢一点的话 绝对不可能从叶西文的手中逃脱 叶西文 你给我等着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通道之中传来公演家那沙哑 而又尖锐的咆哮声 声音中充满着不甘心 他没想到竟然栽了 而且还是栽在了这个他们一开始 并不怎么在意的小子的手上 叶西文想了想 还是没有继续追下去 他那种隐隐有突破的感觉的念头 也是越来越强烈 只要到时候突破到圣境巅峰 那么他的战斗力就可以一跃冲到圣境大圆满境界 到时候无论公演家想耍什么样的花招 在绝对的实力的面前 都会是浮云 想到这里 叶西文也就绝了要继续追下去的意思 反正只要还在这墓穴之中 早晚还会遇到 到时候就将它一并解决了 你们打算怎么办 现在 叶西文的目光扫了一眼众人说道 隐隐然有一种压迫 尤其是被叶西文看作和公演家有默契月瑞 以及他带来的莫真 我们当然是为您马首是瞻 月瑞在强大的实力的压迫之下 不得不低下了高傲的头颅 他虽然高傲 但是却并非是什么不识实物的人 这个时候黑袍殷老已经死了 而公演家狼狈逃窜 剩下的也就只剩下叶西文了 见他这么回答 叶西文很满意 也不怕他在背后搞鬼 说道 很好 不过经此一战 我也不想继续待在小队之中了 你们自己好自为之 叶西文一言计出 顿时镇住了这几个舞者 除了丁统有些震惊之外 其他几人都是露出了惊喜的神色 毕竟他们也都是一代人节 谁也不想有这么一个霸王来捅射他们的行动 就像是卑微的仆人一样 没有人愿意 现在公演家走了 而叶西文也要走 这简直是太好了 虽然离开了这两人 他们的小队的实力也会下降很多 但是相对的也自由的多了 叶西文知道他们在想什么 发布的自己赶紧离开 但是同样的 接下来他要找地方闭关 他也信不过这些面和心不合的队友 到时候万一在最关键的时候 给他来上一下 那么乐子就大了 离开了这支小队之后 叶西文立刻朝着墓穴深处飞去 一路上斩杀了不少散乱的僵尸 这才堪堪找到了一处偏僻的偏听 不知下而来层层阵法 又有叶末亲自负责守护 叶西文这才安心开始闭关 而叶西文也在疯狂的运转着体内的真元 运转着观人精 呼吸之间 无尽的阴煞之气被转换成灵气 被叶西文在呼吸之间吸入了身体之中 叶西文的气息也在一点一点的疯狂的增长之中 无尽的阴煞之气可以转化成灵气 供叶西文驱使 这让叶西文肆无忌惮的开始疯狂的提升自己的实力 叶西文的周身仿佛变成了一片 宇宙真空之中 而他是端坐在宇宙中的唯一真神 演化这宇宙的变化 他体内的金色神性爬满了全身 身体泛着一股金黄金黄的颜色 远远望去 便犹如是金色的神像一般 庄严肃目 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 一黄眼 三个月的时间如白鞠过戏一般 刘氏 天庭之中的叶西文浑身的毛细孔都张开 不断的吞吐 阴煞之气进去 转化成灵气 回到丹田之中 这三个月来 他不断的重复着这样的过程 一个都没有停过 尝试了不知道多少次 终于叶西文到达了极限 一举冲了过去 轰 叶西文周身的阴煞之气 在以更快的速度朝着叶西文汹涌而入 被叶西文瞬间吸收 他身上一股强觉磅礴的气息 猛然间直冲了起来 比起原本更是不知道要强大多少 叶西文睁开眼睛 嘴角有几分笑意 他终于一举跨入圣境巅峰了